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美匯逐跌,減息再望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指還未升6點,收報26725,成交不算多,只有637億 今天港股可以說是牛皮皮 最主要原因是上星期內地的數據一般 大家憂慮經濟問題 不過,在週末的時候 中美雙方對於中美貿易談判的進展 都吸出了一個良好的訊號出來 所以支撐到的市場不用跌 說的是什麼呢? 好像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10月19日 出席2019年世界VR產業大會的時候宣布 中美新一輪經貿高級別磋商 在諸多領域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為了簽署階段性協議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即是中方覺得這個訊息挺好的 有機會簽到這個協議 特朗普又說 希望中美下月在智利舉行的APEX峰會期間 簽署貿易協議 他又解釋 峰會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自己 都將會出席峰會 相信能夠輕易簽署協議 並且能夠在峰會期間完成貿易談判 目前仍有五周時間 相信可以談得到 目前仍有較大機會達成協議 所以中美雙方對於貿易協議方面 釋出一個良好的訊號 所以即使上星期五 內地公佈的GDP數據 可以說順於預期跌到下去 第三個跌到下去6%而已 但是星期六和週末期間 就出現了一些良好的氣氛的訊號 所以港股今天 都可以說牛皮上落 恨寶不失,微星6點 接著下來的焦點 就放在本月底聯儲局議息那裡 根據近日的情況來看 可以說是減息在亡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先看看美匯指數 今天的題目就是美匯逐跌 減息在亡 這個就是美匯指數 近日都可以說是跌得很急 當然美匯一直在說 減息所以會跌 另外如果你看另一隻貨幣英磅的話 近期由1.22 但到今天曾經去到1.30 升了6.5%的英鎊 短短幾天 就因為英國脫歐方面 市場為之樂觀 好了 美匯指數 現在急跌 反映出市場預期 減息機會極高 如果你看3個月期 票據息 就跌到1.6百里 1.6百里 目前 聯邦基金利率 就處於接近2厘 1.75至2厘水平 即是市場預期都會減息 美國十年期債息相反 當它預期減息 即是經濟是樂觀 美國經濟 即市場預期是樂觀 避險情緒降溫的時候 相反 美國十年期債息是上的 不是下的 所以你看到它類似雙底形態 就為之 對股市有利 因為避險的錢 反而少了 相反 短息落得多些 而長息站在高些 即是倒掛的情況 沒有那麼嚴重 市場對於經濟前景 是稍微看好一點點的 因為估計會減息 好了 回頭看 今天的恆辛指數 剛才說過 雖然內地經濟數據不好 但是中美貿易戰釋出良好訊號 再加上市場預期 是美國會減息的 所以它都支撐著 微升6點 目前的形態上高 還是像一個小雙底 高低腳的情況 後市關鍵位都是27366 目前升穿下降軌 短線是綠燈的 如果它升穿27366的話 短線會轉 中線都會轉到綠燈的 你看 恆辛指數近期 和美國十年期債息的 很相似 都是一個小雙底形態 都是有機會嘗試項線位的 那美國十年期 美國十年期債息的項線位 大概就是1.91 1.91 恆辛指數 再說一次 是27366 在股份方面 剛才說過 英鎊近期都急彈 所以匯豐 繼續做好 率先突破了小雙底 或者高低腳的項線 今天再升0.4% 收到61.15 這個股份仍然有機會 一直上升 雖然升幅不算多 你去到64 65 那些會有阻力 因為前浪頂在 不過這樣 是阻力 但不代表它一定升不穿 在這裏 之前如果能升得穿的話 是有機會再探上去 5月3號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是67.82 因為除了脫歐問題 英鎊反彈之外 最主要原因 匯豐做好 就是因為匯豐宣布 就會裁員1萬人 最主要是歐美高薪那些 裁員1萬人 對股價當然有利 好了 另外一隻今天 要和大家說的焦點股 就是國壽 今天國壽上升超過5% 這隻股份 今天是恆指成分股 裡面是一幅最大的股份 它的形態上高也是 今天突破了這個短期下降軌 收在其上 短線可以轉綠燈 後市的關鍵 就是小箱底頸線位 9月13號高位19.9 你當它20元 如果收在其上的話 中線都有機會轉綠燈 當然最好最好 就升穿7月19號這個高位 21元 中線綠燈這件事 比較確認到 你可以現在買少許 升穿20元收在其上 又買少許 升穿7月19號高位21元 又再加碼少許 走勢是挺漂亮的 轉為強勢 為什麼短線會發出綠燈呢 因為上個星期五 公佈了第三季度的業績 增長得很好 增長倍幾 即使扣除了這個特殊項目之後 核心盈利都是增長很好的 超過1.5倍 所以自己的股價就向上 今天有機會被我稱之為 這個叫做特殊的第一天 如果他真的的話 他之後應該有機會 是一路一路這樣想的 如果他還有機會 還會回吐一點點 今天收到19.7元 譬如說19.5元 19.4元 這些更加是一個 可以理想買入的 小處第一處買入的機會 然後剛才說過 再上穿 19.9元 即是站在20元樓上收市的話 可以再加碼 升穿21元再加碼 好 除了這些傳統股 匯豐、各壽這些股份 觸目之外 新經濟板塊 也有很多股份 今天做得好 最主要是納入什麼通 以及有機會被納入 指數成份股的 就是美團 美團點評這股份 連日上升 大行也繼續調高目標價 這股份今天收報96.75元 創了歷史新高 最高的時候見過97.4元 一百元再望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這一天 你看到大成交這一天 9月26日這一天 這一天是說什麼事 他公佈第二季到業績 他是經調整日利 是虧轉型這一天 第二季 講第二季 經調整之後 那個利潤虧轉型 就刺激他 一下裂口高開彈上去 這一天就被我視為撻著 就算回吐也好 跟著一路都是反覆上升 一路創新高 市場重新看好他 他現在的市值超過五千億 BAT入面 他已經取代了百度 成為互聯網股份 內地新經濟股第三大市值的股份 僅次於阿里巴巴和騰訊之後 雖然跟頭兩位還差很遠 但都算是最厲害的 所以有些資金 就可能換碼買入 今天騰訊其實都回回 去回324個收市 但這隻股份就繼續這樣去 好 另外一隻被納入什麼通的 就是這個小米 所以他今天都可以彈5% 幅度是挺大的 但是這隻呢 我就覺得都是弱勢股來的 雖然今天呢 他有少少是一個裂口上升 但是之前其實根本就沒有彈過 這些股 弱勢股呢 大家要小心 我就不是這麼建議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兩隻呢 我就寧願美團點評 如果你說美團點評升了很多 其實還有平安好醫生 那些都可以選擇的 所以最重要呢 都要選對股 不要覺得他今天一升就一定好的 不要說落後那些 就一定是 我貪便宜買他 不是的 小米呢 是他有他的講法 譬如說雷軍說 明年會推出十部手機 也都有刺激在容明白 但是其實走勢上高 就是現在市場的熱錢 就是聰明資金 聰明錢 對這隻股份 其實就不是很大礙的 他只是橫行走 現在低位那裏 那我覺得這個 就是觀察期 可以列入這個觀察的股份 但就不需要這麼早就吸納 相反如果美團點評 有回吐的話 例如90元之下 我覺得都可以是考慮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